郑中基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郑中基是陈奕迅一生的噩梦 在第二十八届十大中晚金曲颁奖典礼上 陈奕迅全程黑脸 因为他基于已久的奖项 被沉寂许久的郑中基凭借一手无赖 非常无赖地夺走了 甚至自己香港乐坛末代歌神的称号也被取代 这突然的变故 惹得陈奕迅只能用黑脸表达自己的不甘 第二 娱乐圈最诡异的离婚瓜 是郑中基提供的 2009年 郑中基突然召开发布会宣布 和蔡卓妍和平离婚 顿时整个香港媒体惊掉了下巴 各媒体经过各种申巴发现 郑中基和蔡卓妍通过高超的伪装技巧 在香港媒体眼皮底下 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地下婚姻 第三 作为香港摄影大神的郑中基 是世界著名摄影网站 最有名的摄影大师之一 起初他只是当兴趣玩玩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随意散落在地上夜总会的宣传单上 竟然印着自己拍的照片 之后他在另一平台上 又发现有人用他照片 气氛的郑中基使命流言 谴责对方偷拿自己照片 自此他摄影大神的身份才藏不住了 第四 如果不是因为郑中基的父亲太厉害 那他一定不会那么狂妄 格神之位一定有他的姓名 他的父亲郑东汉究竟多牛 郑东汉不到30岁 就接管了保利金唱片公司 大家熟知的 邓丽君徐冠杰谭永林张学友等超级巨星 都是由他一手捧红 他还是金牌大风唱片公司总裁 国际唱片公司远东区总裁 以安排中国区合伙人 环球泛亚泰区主席 在业界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娱乐大 掌握着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 第五 古德昭是郑中基演艺事业的领路人 在他歌唱事业停摆时 古德昭看他太闲邋遢去拍了喜剧行影超人 郑中基毫无包袱的表演 让他攒了不少观众人 感受到喜剧魅力的他顺势而上 多部高票房喜剧一步接一步 直到十年后 郑中基凭借低俗喜剧 获得金马奖和金像奖最佳男赔 自此 昔日解傲不逊的暴龙哥容生成为演技派 第六 年轻时的郑中基 总是顶着他太子鸡的身份 到处惹是生非 2000年 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 跟机组人员大打出手被逮捕 这次罪鸡事件 不仅将郑中基全部积蓄排了进去 还因事件影响恶劣 他也顺便搭上了自己的歌唱事业 另外堕胎事件何招 事件 让他逐渐败光观众员 第七 郑中基第一张专辑 可以说集结了业内智能史 加上在张学友的鼎力相助下 他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在整个亚洲卖出100万张 让郑中基在乐坛彻底打响了名号 同年底 他趁热打铁 又推出的第二张专辑 一首《别爱我》让他的专辑 卖出了200万张的好成绩 自此 郑中基成为众人口中张学友接班人 第八 当年 郑中基用杨谦话的生日写了首二月三日 向世人宣告了两人的爱情 但生性风流的郑中基 没有就此收心 依旧废物在花丛中 眼力容不得杀死的杨谦话人无可忍 直接宣布单方面和郑中基分手 据说 自己被分手 还是郑中基在报纸上知道的 第九 郑中基出道前给不少当红歌手和过声 向张修李克勤谈永林的 因为嗓音条件好 受到张修御用兼致欧丁艺的赏识 参与了张修专辑的和声制作 之后他又被音乐诗人周志平相助 签约成为旗下歌手 第十 郑中基和蔡卓妍密恋结婚那几年 在外面一直不敢穿短袖 因为他把蔡卓妍的名字 纹在了手臂上 怕被别人拍到 所以他得了个郑中秀的绰号